那个错误呢 主要是有两点 我刚才简单看了一下 跟大家说一下 可能会 看的比较简单 但是可能会 不注意就犯了 第一个呢 是我们当时在这个 User.js里面呢 考过一个代码 到了这边来 当时考那个代码呢 其实是这个 设置cookie的代码 就是这个地方 Response.setHeader 然后setcookie 这一行 然后还有下面这一行 这两行是一样的 然后 这个后面 其实有一个 getcookieexpires 一个函数 就是获取过去时间的 一个函数 当时我们也写过这个函数 然后呢 我是忘了把它考过来了 所以说 我们需要在这个文件中 把那个函数考过来 考过来之后放在哪呢 放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个问题 大家去自己改一下 第二个问题 是在解析cookie里面的 这个needsetcookie 它后面可能会有复值 g3d 后面也可能会有复值 所以说 我们在定义 这两个变量的时候 不能用这个cast 必须用lat来定义 它不能是个常量 得是个变量 这个地方大家自己改一下 改成lat来定义 改完之后呢 我们在控制台中 重启一下 好 重启完之后 我们在chrome中 把所有的印藏窗口全部关闭 然后我们先开个窗口 然后访问这个logohost 8000api user login test 然后先打开这个命令行工具 先不要着急访问 然后到这个网络中来 好 我们准备好之后 我们再去访问 好 一访问之后 是上位登陆 对吧 全部都是新开的 然后在这个里面 大家看一下 这个里面 它有一个response header 然后里面把usrd就直接返回给网面 大家看有没有 这个地方大家注意 因为我是新开的隐私窗口 所以说才会有这一步 如果大家这儿没看见呢 你直接去这个application里面去看 看你这有没有usrd就可以了 如果有的话 你就不用再关心了 不用再纠结了 那就是有了 好 这个为什么说 我们之前的时候 都是登陆完之后 才有cook 对吧 为什么说现在就有cook了呢 因为我们这个机制改了 虽然这个地方访问的是login test 这个接口 但是根据我们代码中的这个实例 只要是在这个app.js经过的地方 就是app.js这个函数 就是这个sero handle这个函数 是所有的入口都会经过这 对吧 就是所有的这个http进口都会经过这 所以说我们当时访问这个login test的时候 他也会经过这 从哪儿往下走 对吧 往下走 然后走到这个解析session的这个地方 他一看 解析session 我们看尝试获取cookie的usrd 没有对吧 第一次肯定没有吧 没有的话就走els对吧 els 你的setcookie复制成true 然后usrd复制成一个 时间tool加随机数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 这个地方 时间tool加随机数 是这样的 然后 把session里面的值给他写上 然后把session 复制成request your session 这个时候我们返回的是个什么 返回的是上位登录 那里面什么都没有 我们看控制台一下 控制台也什么都没有 因为我们都没有打印 我们等会在演示登录的时候 可以去打印一下看一下 这个时候把session 复制成这个session data里面的这个值 然后再往后怎么走呢 往后就处理路由嘛 处理路就到我们这个login test这个里面来了 因为我们现在访问的就是login test 然后这个里面来 我判断这个session里面有的内幕有没有 当然是没有 没有的话就返回一个什么 返回一个error model 上位登录 这就是那个过程 这一步呢 我们等会再说 然后返回完之后 先要什么 先要set cookie 因为我们这个needset cookie 这个东西在前面都已经设计成出了 对吧 所以说它要是set cookie set cookie把这个user id给它 set出去 然后包括上这pass app only和experience 都设得好 最后返回之 好 你看我再刷新 它就不会有这个response header 就不会有这个值 因为我再刷新的时候 它其实从request header里面 已经把这个user id已经带过去了 对吧 就说我们扣断已经第一次之后 我们就有这个user id了 所以说没必要 response里面再去重新弄一个 它其实我们再次刷新 我们再次刷新之后走到哪呢 走的就是这个地方 解析session的时候 就是从这个if了 就是已经从corder中取了user id了 然后我们直接从这个session data中取值就好了 就走在这个地方 所以说并不是说每次都会 把这个needset cookie设成true 然后返回cookie里面 去设置cookie的user id 并不是这样的 只有第一次这样 好 然后我们再去执行登录 然后user name等于 章3 and password等于123 然后返回 然后它的返回就是 iron number等于0 对吧 iron number等于0 就是说明登录成功了 登录成功 它是个什么逻辑呢 首先你执行登录啊 执行登录 那肯定也是走这个解析cookie 对吧 aprgs 然后解析翻cookie 当然 我们这个地方 request header里面 肯定是要把这个 udid给它传过去的 对吧 比如说解析cookie的时候 它已经走到这个if了 就有udid了 然后session data.udid 复制成一个 当然 这一步走不走啊 但是这一步肯定就不会走了 因为 我们到这一步之后 这个session data里面 肯定有这个usrd的值 因为之前 我们访问这个login test的时候 已经设置过了 对吧 所以不会走了 然后直接走到这一步 request session 复制成一个什么东西 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再往下走到路由中 登录嘛 对吧 判断用户名码 是不是正确 正确之后呢 去设置session 这个时候把session的 user name和real name都设置完 然后打印 我们看一下控制台 应该是已经打印出来 大家看 session is user name等于张三 和real name也是等于张三 这就是我们这个地方 打印出来 好 然后才返回一个 success model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 返回这个login test 大家看 再去返回login test 它返回的是什么 返回的是 这个对吧 因为我们login test里面 它如果登录成功的话 它返回的是这个 session的值 当前session的值 是吧 而且我们这儿还判断 session的user name 是不是有值 它返回的session的值 我们看一下 session的值是什么 那很简单 session的值里面 有个real name等于张三 user name等于张三 这样就完了 也就是说 我们虽然说 访问这个接口的时候 request害到里面 传的是个什么 传的是个user id 对吧 但是它到了骚悟端之后 经过了一系列处理 就可以通过user id 获取到这个session的值 并且去返回过来 好 这就是我们的代码演示 我们再把关键的地方看一遍 我们只看关键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这个session data 这个全局数据 然后再就是这个解析session 这个逻辑 然后呢 再是解析完session之后 有的时候可能需要设置 这个cookie 对吧 然后在这个地方 我们去设置cookie 然后用的时候呢 比如说我们登录的时候 怎么用呢 登录完之后 我们只需要在session里面 设置值就可以了 这是设置 对session的值进行设置 然后使用session的值 直接这么用就行了 这个特别简单 不过透露之后 我们可以直接看一下 当然也是之前 我们画这个图 其实就是你看 前端客户端 session中存储的 就是这个user id cookie中存储的就是user id 这两个都是一样的 然后拿user id去请求 所有端 到session中 session去做一些什么处理 就是通过user id 对应到很多很多 比如说我们这儿 只有user name和real name 这两个对象 既然有两个数据 我们就可以扩展第三个 扩展第四个 对吧 也可以扩展第100个 这个都没有问题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session的 一个基本的实现方式 最后我们咱俩做个总结 就是session的总结 首先你要知道 session解决的什么问题 你知道session解决的什么问题 你就必须要知道 cookie有什么问题 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 大约我们在一开始 说cookie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说了大约两分钟的时间 就是最主要的问题 就是它太危险 它会暴露用户的一些 隐私信息太危险 所以说必须用session去解决 然后你要知道 怎么去实现session 最基本的我觉得就是 刚才讲的那个 我很少一人的剑